还是使用其他道具试试看能不能刻下吧 好院长等人都来了兴趣 本以为石铁兽一段进化就是终点 看来还真像石宇说的一样 石铁兽身上还隐藏着其他秘密 我可以帮忙 好院长首先出现一个小型的召唤图阵 他伸手一拔 一个剑柄样式的道具被拔出 然后剑柄上猛然涌现出淡黄色的激光 名称激光剑 属性 机械 光 种族等级 高等统领 介绍 人造光剑生命 卧槽 好帅 看着手持激光剑的好院长 郑英杰等男生瞪大眼睛 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这不比寿儿娘热血 不愧是顶级机械师 真会玩 竟然契约了一把光剑 石宇微微侧目 好家伙 竟然还有这种机械生命 他现在挺好奇的 如果预兽师是合体天赋 再契约个激光剑 还用得着其他宠兽什么事吗 羡慕啊 用这个课吗 灵馆主剑好院长主动帮忙 点了点头 好 拜托了 石铁兽看着激光剑一脸猛逼 他自己动手 感觉还行 但上刀剑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别担心 不会痛 好院长哈哈一笑 哦 刚刚进化的石铁兽 还是有些忐忑 不过还是忍痛点了点头 随后 剑光闪动下 这一次 激光剑毫无阻碍的 在石铁兽的战甲上 留下一道伤痕 伤痕就是金属片上的特殊符号 这一次 刻下符号过程中 无论是石铁兽和激光剑都没有感觉到任何阻碍 但是同样的 刻下符号后 石铁兽也没有任何变化 这不由得让大家沉思起来 所以 现在的疑点 果然还是硬化与战甲之间的排斥反应 接下来 灵馆主又指挥石铁兽多进行了几次尝试 不管怎么做 还都是相同的结果 现在看来 符号应该不是指不足的战灰 标志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想刻个战灰 完全能像好院长那样 通过其他物体刻上去 而根据我的调查发现 这种特殊符号应该就是石铁兽自己用硬化立爪刻上去的 既然石铁兽想在自己身上刻下印记这么困难 为什么他们还会执意在身体上刻下这种符号 石铁兽抱着胸 还是很想知道这种符号代表什么 哦 灵馆主的石铁兽也强迫正范了 使尽想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 然而就是做不到 灵馆主自己也纠结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本来石铁兽进化 觉醒了新种族技能 是双倍的快乐 为什么现在又出现这种无法探明真相的疑点 让他老人家很难受啊 石铁的话 激起了大家的讨论 不管怎么看 这又是一道新的难题了 李主任陈思 通过金属片发现石铁兽一段进化方式 似乎只是这个遗址的冰山一角 接下来该探索的 是石铁兽进化型之秘和明文之秘 怪不得石铁说这个遗址不简单 石铁兽进化成为君王种族 竟然只是研究起点 林洪年管主嘴角抽搐到 不会真像石铁说的一样 要出神入化及以上熟练度的种族技能吧 石铁呵呵一笑道 这种东西 目前肯定是无法确定的 不过不排除是一种可能 石铁兽刚刚进化 身上秘密肯定很多 想要彻底确定 肯定还得一步步探索 要不然 大家成立一个石铁兽研究小组 一起研究 怎么样 石铁建议到 他自己去研究出神入籍以上熟练度这条路线 其他可能性 则交给熊猫学姐和林管主他们去探索 分工明确 一只新的宠兽种族出现 伴随大量未知资料太正常不过了 目前人类预售师已知的成千上万种生物资料 也都是前人一点点探索研究出来的 眼下石铁兽进化型刚刚诞生 身上有未解之谜并不奇怪 石铁自己的话 肯定是没有精力进行完全的探索 但这方面 林管主应该精力很足 毕竟这位是真爱 丁导师道 可以 算我一个 其实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至少 在他刚刚进化后 就发现了一条探索路线 李主任也道 我也挺好奇的 林管主要不要和古都大学一起合作研究石铁兽的进化型 两位客气了 林管主道 是我要感谢各位能够帮忙才对 好院长哈哈一笑道 那也算我一个吧 三言两语间 几位大师及御寿师就确定了要一起探索石铁兽进化型的秘密 熊猫学姐和考古七英杰在旁边 完全插不上嘴 辈分太低了 感觉帮不上什么忙 算了 明文的事情 不如先放一边 我们日后再研究 这应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探索清楚的事情 话说石铁兽进化后 是不是应该有个新的种族名 这个才是当下最关键的 一般宠兽完成种族进化 换个新种族名是传统 虽然石铁兽进化后 依然还能凭借技能恢复到原来形态 但是还叫石铁兽 已经有些不合适了 如果要公布新进化型的话 的确需要个新名字 好院长点了点头 灵馆主看向了石铁道 这个命名权交给石铁怎么样 虽然他的石铁兽是第一个完成进化的 但是来命名石铁兽进化型名字的人 好像还是石铁最为合适 毕竟 这次是石铁提供的进化方法 我 石铁一愣 虽然命名人会出大名 但是 他是起名废物啊 真的要让他来 你有什么想法吗 提到起名 熊猫学姐来了兴趣 石铁陷入了沉思 道 武装石铁兽 装甲石铁兽 铠甲石铁兽 MAGA石铁兽 原始回归石铁兽 众人 灵馆主 还是大家一起想吧 众人齐齐点了点头 林大师的石铁兽和石铁兽 也跟着点了点头 为了石铁兽一族的未来名声 还是不要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石铁了 石铁无奈 嗨 干脆叫大熊猫或者熊猫王得了 除了有点不符合画风 其他都好 石铁兽怎么样 毕竟进化一次 代价可不小 林馆主此时 才有些察觉到肉痛 这次他好像刻了许多金 这个名字 倒是非常有意境了 不好听 林修竹第一个反对 而且那不是他的嫁装吗 吞铁兽 石铁君王 钢铁巨兽 众人纷纷献明 不过越讨论越离谱 石铁才发现 起名废物不止自己一个 这些人起得 好像还没自己起得好听 算了 还是我来吧 这时 石铁仔细思索后 又有了一个提议 石铁兽进化后这个样子 一改之前贪吃 懒散的形象 那么现在肯定要换个 符合气质的名字了 战兽怎么样 专门为战争 战斗而生的战兽 然后 再把战兽前加上一个前缀 我们在这个遗址发现了 九个特殊符号 或许跟石铁兽有什么关联 再加上他们进化所用的 合金颜色偏黑 离这个字又有黑色的意思 不如就叫九黎战兽怎么样 九黎战兽 听到石铁这么说 众人纷纷一愣 还真别说 气质方面感觉跟穿着盔甲的石铁兽对上了 虽然直白牵强了点 但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灵馆主大师点了点头 总比之前石铁说的武装石铁兽要强 石铁一笑 这可不直白 而是有大含义 九黎 是兵主吃油的部族 传说石铁兽又是吃油的作技 叫石铁兽进化行为九黎战兽 纯粹是他为了纪念下地球的神话传说 另外 也相当于期望一首这个世界的石铁兽 也真的能有神话前置 如果想不到更好听的 那就这个吧 熊猫学姐摸着下巴沉思 就没有可爱一点的名字吗 还不急 待定 待定 众人讨论了下 觉得九黎战兽这个名字可行 不过目前完全不急命名 那是公布进化行之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公布过程 光是手续流程 估计就至少得几个月 在这个世界 御兽师们对于进化方法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把进化方法 是为自己的东西 以家族 师徒的方式传承 不对外公开 一般这种进化方法 是个人探索出来的 一种是直接向国家公开进化方法 申请专利 成为此进化路线的荣誉进化规划师 来换取名气 利益 90%掌握进化知识的预售师 都是选择了前者 也有少数预售师选择了后者 选择后者的 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了某种进化资源 或者宠兽 有更大利益可图 又或者 是吃国家饭碗的专家 无论是十一局还是古都大学 明显都是国家机构 这次探索出十铁兽进化型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肯定是要进行公布的 到时候 十铁兽进化型论文一经发表 无论是十语 灵馆主 古都大学 都可以获得巨大的名气和利益 尤其是确定进化方式的十语 以他的年龄 估计会瞬间成为考古研究界的新星 看来 得留在古都一阵子了 灵馆主感慨 申请进化专利流程很复杂 估计接下来他们有的忙了 这件事 就拜托大家了 十语微微一笑 道 我没经验 就不插手了 还有研究时铁兽进化型的事情 也都先交给大家了 众人 你不是这个项目最高的负责人吗 什么意思 要撒手当甩手掌柜 还有三个月就是职业考核了 我现在连报名的及格线都没到 我打算认真修炼一段时间了 不然 我感觉的等明年了 十语给出了个理由 不过更多的原因 是他想自己回去探索下出神入化之上的熟练度 这是个大工程 而且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路线 的有充足的休养生息时间才行 再加上需要冥想提升预售等级 完全抽不出空来和众人一起研究时铁兽进化型 还是直接等线程的研究成果和收获更适合他 呃 职业考核吗 李主任等人一愣 差点都忘记了 十语目前还是个见习预售师 没关系 自身发展最为重要 领馆主点了点头 十语的小石铁兽离进化还很远很远 这么早就投入精力来研究进化型 的确没提升自己重要研究的事情就先交给他吧 领馆主觉得 等十语的石铁兽达到进化标准 他也应该可以帮十语规划出一条最完美的进化方法了 石铁兽能成功进化这件事 他得感谢十语 最好的感谢方法 就是帮助十语完善这个进化路线 为十语日后使用石提供方便 职业考核一年一次错过的确影响比较大 而且如果走正常入学路线 职业身份也是必须的 石铁确定了自己要当甩手掌柜 专心备战职业考核后 众人也没什么意见 甚至非常赞同 大家的注意力 很快被接下来的事情吸引 好院长 这里有合适的对战场吗 我想看看石铁兽目前的力量 灵馆主期待到 好院长哈哈一笑 表示理解到 当然有 不仅是你 我们也想看看 走吧 机械学院内 好院长启动了科技感十足的钢铁队战场 给灵馆主使用 而灵馆主 此时除了已经在场的石铁兽 又召唤出了自己名义上的真正王牌 帮助他成为大师及御寿师的一只成长等级 为君王级的宠兽 金刚猿王 猴子 石铁兽终于进化了 来 你来测试下他的力量 等下 不是战斗 你先别动 先试试他的攻击力 金刚猿王 场地上 登场的巨大金毛猿王陷入了沉思 他看着对面威风霸气 一身盔甲价值不菲的武装石铁兽 顿时明白 这一天还是来了 爱 是会消失的 感情淡了败 王牌要换了败 后来的终究是比不上原配败 感谢上仙齐天大佬的盟主 这一天还是比不上原配败的 这一天还是比不上原配败的 感谢上仙齐天大佬的盟主 感谢上仙齐天大佬的盟主